我要参得煽动灾民闹事 逼迫严商捐款 他 他不是人 四爷略失小气 从扬州严商手里 耗了两百万两镇灾款 消息传回京城 老九直接气炸了 要知道这其中有一半 都是原本用来孝敬自己的钱 老九气得要找康熙告状 可老八看得很明白 灾民一没放火 二没杀人 就是冲进大户人家 抢了点吃的 这算什么闹事 而强迫严商捐款 就更不靠谱了 认捐步子上 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是严商们自愿捐的 就算高到康熙那里 他们也不占领 眼看老九吃别 直脾气的老十灵机一动 他凭什么罢了车名的官 不经上报朝廷 就擅自任免地方官员 就凭这条我们也能猜 老十一激动 差点把盆都给踢飞了 老九激动得连身附和 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连老十都能想到的事情 四爷会留下 这么明显的把柄吗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扬州城 李四爷正安排着 撤退前的部署 那先是口头表扬了 任伯安一番 毕竟 这次任伯安可是大放血 足足被敲诈了 二十万两银子 怎么也得给个田 早安抚一下 免得任伯安苟急跳墙 第二件事 就是把车名的官服 完毕归照 毕竟官员的任免权是朝廷决定的 四爷才不会傻到留下把柄给对手攻击 只是这样一来 田文静的处境就相当尴尬了 之前田文静就被车名罢了官 好不容易被重新启用 安前马后累死累活的 忙了好几个月 还得罪了不少人 结果事办好了 四爷是要回金领赏了 可他的官服却被扒了 田文静的心里是真憋屈 所以当他接到船里 四爷让他和年庚瑶一起负责押运粮草时 田文静表现得非常不满 可当田文静一回头 却看到了四爷正满怀期待地看着自己 田文静的心头当即涌上一股热流 田文静这样的好官 四爷当然不可能不用 之前只是为了不落人口实 现在四爷重新给了田文静一个机会 让他和年庚瑶一起 把买来的粮草运往灾区 其实这都是轻松火 筹款赈灾最难的是前半部分 钱有了事情就简单了 等二人运完粮草一起进京 四爷再找康熙表表公 升职加薪触手可齐 至此四爷的扬州之行也算彻底结束 于公为朝廷解决了头号难题 于斯一次性收了三元大将 严庚瑶 李卫和田文静 正是雍正继位后的三大得力助手 接下来四爷就该舒舒服服地回金领赏了 简直签 我需要衣柴